女孩明明是第一次出国 陌生人却给她打招呼 小花停下脚步 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来加拿大 为何这里的人会认识自己 来到酒店 服务员告诉她 这封信本该十年前就寄出的 结果卡在了油桶里 最近才被他们发现 于是便按照地址给寄了出去 走在大街上 小花对周围的环境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她路过一个街边摊时 老板娘告诉她 她脖子上戴的项链 是自己十年前受一个男人所托 专门定制的 寓意上天注定的命运 小花听后更加陷入疑惑 难道说自己十年前真的来过这里 当她经过那扇穿越门时 熟悉的场景令她停下了脚步 这时小帅正好穿越而来 她借口自己出差来到这里 并邀请小花一起吃饭 他们来到那家西餐厅 小帅看到这个场景 尴尬地笑了 原来那个在29岁和小花一起吃饭 那个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情敌 就是他自己 夜晚 小花捡起飘落的枫叶 脑海中浮现一幕幕熟悉的画面 此时尘封的记忆 全部被唤醒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小帅 内着他深深爱着的鬼怪 他吹灭街边的蜡烛 小帅一把拉住了他 并亲吻了这个他深爱的女孩 两个人终于相认了 回国后的小花见到了大山 大山得知小花恢复了记忆 高兴不已 但同时他意识到 今年小花刚好29岁 九世神的结束 他猜测小花会再次遭遇不幸 小美正在店里翻看录像 画面是大山来店里找她的情景 一股强烈的思念涌上心头 他主动约来大山 这一次 大山用真实姓名做了自我介绍 走出咖啡店 小美热泪盈眶 原来小美的记忆并没有被抹去 十年前 鬼怪拔剑的那天夜里 小美收留了一个 无家可归的小男孩 并向眼前这个小不得 吐槽起了声 这时一只白色蝴蝶飞过 小男孩一脸严肃 小男孩点点头 是啊 她怎么知道人的记忆里 除了痛苦也伴随着快乐的时光 白色蝴蝶飞走了 她并没有带走小美的记忆 小美带着记忆与小花重新相识 小帅回来的那天 她也认出了哥哥 只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小帅就不见了 自己也会时不时地遇见大山 可也只能装作不认识 只希望身边的人平安无事 十年来她独自守着那些记忆 她决定离开这里 她将所有的记忆写了下来 然后和大山告别 有着千年纠缠的两个人 注定这一世不能在一起 大山最后一次将小美紧紧抱在怀中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小帅认真地看着小花 大库上有群补离 小美冻 小花 小美冻 小ove 小火 小别 小地 小蟡 小夜 小ipples 小 Premier 小 squish 小鲨